但是对于中路来说 这个游浮投尽压线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不如边路 那马上要裁判要Save 这边红女能看到吗 有眼睛 这个眼睛是MU6的 很可惜 这边又是两个人过来 试图来包夹人马 但是觉得可能 这个效益不好 这个不划算 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看到这边宙斯的 终于出了经济法 那么要冰冰法了 看来 这边小小也过来了 这边三个人啊 我们的三个人绕了 这个左路 诶 这边要一套combo 但是沙王也放了一个戳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 这个也是因为握三的关系 没有 不是那么明显 那么把小小戳了起来 所以说 小小没有接第二个扔 没有接这个T 那么小小在T中 是可以加普攻的 尤其是小小变大之后 那么普攻一巴掌200多 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所以说技能伤害 一套打上去看上去 快过千了 有的时候 人马也是出了谋平 那么人马出谋平 那么一般是打野 用阵来打野 这边两个人在野区 互相抛了个魅眼之后 那么个子去干个 诶 戳起来 这次有大吗 抱了一下 准备在第二个戳 要约塔了 这下是 哦 没有约塔 应该是拦不够了吧 应该是拦不够了 所以说没有扛 而且杀王前期 500点血 4点甲也不敢扛塔 没有这个扛塔的能力 并且这个移动速度也一般 这边用D来补刀 无法把线压过去 因为你把线压过去 才可以有时间去抓人马打野 如果线被推到这里 是没有办法限制人马打野的 当然刚才几次 线也算失败了 这边我们的罗大也是把魔瓶都罢了 魔瓶都是他一个人用 那么这个就对那老大的待遇没办法 老大这个拿什么小低只能瞪眼看 这人马这个鞋可是很悬啊 这个鞋有点少 那么TS出了一个经济法球 这个积累不错啊 积累不错 那么雷尔买了一个绿组 真一眼是要去中间拆了 可能 因为雷尔作为一个双 有双控制的英雄 那么在中路 在这个河道里啊 遇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都未必会死啊 这个可以全身而退 这是为什么把把眼的任务交给他呢 比如你活女这种人 他未必会晕得住人啊 能遇到人可能就很危险 那所以说把这个 把眼任务给我们的雷尔 那么雷尔作为出血者 来说也 哎这边 活女要残了 这个直接 我们看到是 为什么哎这边 错一丝 哎咒死有大吗咒死 先沉默 但是 沉默是因为开打了这边 是自己挨打 但是咒死大没见到 哎呀 刚才这次可能还不到六级吗 还是没蓝 点死 那刚才我们看到 我介绍一个这个技巧 为什么刚才小小的先V在T 啊 不是先T在V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先V在T容易被人躲过去 但是刚才小小在隐身 所以是一个致近距离的 刚才这次为什么没大呢 真是 非常抱歉 那么为什么先V在T呢 因为先T在V 不容易被躲 那么致近距离的话先V在T的话就不可能被躲 而且可以受到这个两次的V的伤害 那所以说刚才这个鞋打得非常的狠 我看一套就打一丝 戳起点 先点杠子啊 那是不指望杀你了 看来 这个雷奥想放大 但是面对 哎这一剑射中了很漂亮 一个神剑 爆死 哎我们的雷奥刚才 前面对对方有棒 就应该早早撤离 难道是他一个棒的钱吗 因为我知道雷奥的大很费难啊 如果打上去那个棒的估计就给自己打的差不多了啊 那么继续来看啊 这边是活女 SK这边补了一个真眼 这在等神符 14分 那我没刷 一定是他下路了 我们知道神符是两分钟一刷啊 这边又是一个纤维在T 这个是迎面赶上啊 所以说这个反应很快 戳起那么小小小也走不了 小小的技能CD中 走不了了 一刀 再磕药 磕一口吗 哎死了 那么杀王前期移动速度还有一点点优势 只有一点点优势啊 不多 便扬住戳起 戳起 膨胀直接抢掉人头 当然不抢可能就 这边活女到人马人马的血不多 如果能一个地再加一个大就死了 好SK这边啊 杀了两个人 那这一下不错 虽然希望被人杀掉了 那么两双挂券 双挂券也是加 这边已经可以附加33的伤害了 这边两个啊 配个镜像在打野 我们知道远程打野的话 要离远点拉开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不受全额伤害 那么具体这个怪 啊 坚持打完你的距离是多少 翻译多少 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查一下 网上查一下 啊那这边 现在还是比较平稳的时期啊 比较平稳的时期 左边也是只是在丛林中爆发战争 线上的死人比较少 或者都是打打都跑到丛林里了 没有在线上一直持续的战斗 那么下面SKSK在这里 这边三个人 一个三一个三角形啊 这是一个假身 那就两个人要报价我们TS 这边小小小准备了 小小小小小准备 但是呢 这个好像是在 哎 这个TS走位 走位 注意你走位 TS 均住 扔起 哎呀 这下是怎么回事 刚才可能是被小兵挡了吧 还是杀掉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活女的两个技能 CD都比较短啊 其实活女在团队中 这个输出比较稳定的一个 一个因素 那么近卫的乌鸦 是看到了 这个雷奥 想点啊 乌鸦不得一个眼睛在这里 那么这个眼睛下号 也是位于你的 真眼 侦察范围外 哦 那么也可以 侦测到河道一些动向 所以算是 比较实用的一个眼点 这边两个人来到对方野区 来抓人嘛 人马是 从不在现场出现 再别跳刀 那么跳刀 还差多远 我们等会看一下 哦 躲过了一截 那么这 其实这边SK人马在这里 未必 哇 这这多野 这一堆野可不好打 这堆野 这堆野都是比较难缠 难缠的角色 那么也知道这个 小赛啊 就这种小的跟隐次这样的 哦 抽起 开大 死了 那么小赛 这个通过不一样的方式 来支配他 或者召唤他 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是没有 没有蓝的 啊 很遗憾 这个 这边 我们的陈锋树 先守沉默 想点死 但是 强杀你 肯定要越 越打强杀你了 这个不用想 这边要学摸了你 来绕出林吗 啊 跳走 很漂亮 那这看到这个位置 我就想起摸了你 当年宙斯三杀 啊 这个是刀达里的 一个不朽的镜头 太神奇了 看来是这个小赛 有的时候是没有 这边后手晕 射得很臭 射中小兵 那么反而是让沙王先死 而且宙斯没事 这边的月女啊 刚才那间太臭了 不得不这样说你了 太臭了 你不用射那么急吗 其实 你射得得再准一点啊 这边两个人在这遇到 那小小被小赛进化 就这个小赛 有的时候是具体那种方式 我忘了啊 反正有的时候召唤是 有的方式召唤是有篮 有的方式召唤没篮 那就没篮的话 就只能cosplay我们的影次了 抢一回复 但是回复刚吃的那一瞬间 被人打掉 这个晕没有晕到 我们知道 看到纤维在替的这个后果了吧 高手很会躲的 根据你的移动这个轨迹来躲 好 那么这边 雷龙也是杀人次数不少啊 杀敌一千 自损七百 也死了很多次 人马也是靠F 这个阵 因为他其实打野时候要篮 没太多用 他的篮也耗费比较少这个技能 那么主要就是 喝一口加血加篮 那么这个篮就用来阵 这是人马为什么打野效率不错的一个原因啊 这个色怪 人马应该非常喜欢 先进化 为什么要往外拉呢 这个是防止 直接过来 要来顶线吗 不是 拉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人马这个光环啊 是你骑手动作出来 就会受到伤害 就说你未必这个东西要打到我身上 哎 这件射中了 这个阻位不太好 大白天被射中 就有点 有点收过去的 一个G 哎呀 一套combo 先先晕啊 因为晕后要再接晕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直接的DPS全开 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